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节的读末推荐书 我是沃夫 我是爱丽丝 老师 你今天总会去排队抢影展票 一天看好几场影展片 中间只来得及啃面包的人吗 学生时代的确做过几次这种事 不过上台北工作之后 倒是一次都没做过 为什么来台北不是更应该方便看影展吗 在空间上的确比较方便 但是在时间上就没那么方便 毕竟要工作嘛 时间安排就没那么自由 但学生时代也要上扣啊 反正我做教师也没在听 我的意思是时间总是有限 学生时期我选择用来看电影 后来少去看影展还有其他的原因 VCD、DVD加上网路购物 只要有新就可以从世界各地找到很多自己想看的片子 不用等影展也可以看到一些少见的片子 其实进戏院用大萤幕看电影 是一套完整的经验 看DVD只是为把我想先知道故事的胃口 很多电影还是应该进戏院去看才对 所以虽然今年很少是看影展 但是我还是会注意片单 很多时候片单还会让我想起一些读过的书 你是说从小说改编的电影吗 今年金马银展的入围片单里 有《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这是小说改编 不过小说是D卡上面的真人实施授权改编的 也出版了同名漫画 我觉得最近几年 国内这种用不同表现方式说故事的改编变多了 例如小说改编成舞台剧或者是电影等等 这是个好现象 故事类型也越来越多元 除了爱情类型之外 这几年犯罪推理当道 《沉浸之语》《第四名被害者》 还有我的FIX都被改编成影机 未来还会有八尺门的辩护人 跟成为怪物以前 不过就算不是改编作品 还是会有些电影让我联想到书 老师你这个是职业病吧 不是啦 有些联想就很直接嘛 比如说这次的片段里面有素还真 我会想起前阵子出版 以布莱西西班牌演出生涯起伏为题材的小说《空笑梦》 也会想起其实二十几年前 台湾又出版过云州大陆瑕史燕文《图鉴典藏特辑》 这个听起来做很职业病啊 听我说完 这种直接的联想 有部分的确和我在出版业工作有关 但有更多联想不是这样的 电影是故事的一种表现形式 小说也是 所以看电影的时候我总会想到 有某些书可以提供这个题材所需要的资讯 让故事变得更立体更好看 或者是会想到说 原来我在某些书里面读到的资讯 可以用这种技法把它转换成故事 老师你有把事情讲得很复杂了啦 有没有实际的例子啊 例如这回片在你的纪录片《忧郁之岛》 讲了香港从六七暴动到反纵中的社会变化 我就会想到香港监视里面的历史记录 以及香港第一课当中对于九七前后的变化观察 甚至会因此想到陈浩基的一三六七 大家都知道一三六七是六篇推理短片的合集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2013年 然后一直往过去倒带 最后一篇发生在1967年 如果是推理迷 可能会发现陈浩基在每个短片里面 都刻意选择了一个推理的子类型 但如果熟悉香港历史的话 就可能会读出来 其实每个短片发生的时间 就在香港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后 哦,所以才会从纪录片想到小说啊 对,反过来说 喜欢一三六七的读者 也可以读这几本书 或者是看这部纪录片 就会对一三六七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同样的,讲移工之死的纪录片《九腔》 讨论了台湾的逃跑外劳状况 而我们有像《奴工岛》这样的书 访谈东南亚外籍移工的报导文学 也有像刘、杭光这种移民工文学奖的得奖文集 以他们的视角呈现生活的另一面 对了,老师 你写的《抵达梦土通知我》 里面也有写到移工生活耶 你有参考过这几本书吗? 写《抵达梦土通知我的时间》更早 所以那个时候除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之外 主要参考的是蓝佩佳非常重要的研究著作《跨国会姑娘》 纪录片可以和小说连结 有时候反过来 虚构的剧情片也可以和即时的文学连结 嗯?真的吗? 例如这回片段里面的《看海》 主角是一位年迈的母亲 照顾智能障碍的儿子三十年 渐渐感觉到力不从心 而《母爱有多难》这本散文 就是由一位照顾儿子三十几年的妈妈写的 她的经济状况比电影好一点 但是付出的心力并没有比较轻松 而且对付母亲而言,自己比孩子年长 所以这样的照顾不仅看不到镜头 他们也会担心自己离开之后 孩子有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影片会给人直接的视觉上的冲击 不过有很多隐为的想法 必须透过文字成了比较好的传达跟整理 不过影像和戏剧 有时候可以透过好演员来传达很多想法 说到这个我想到这一次入围最佳男主角的电影 这位照有哪些啊? 我没记,我讨厌帅哥 老师 我的意思是 我想让那些电影里面有一部片叫做《最后真相》 讲的是一部害人听闻的谋杀案 在被媒体报道之后所引发的社会事件 在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 新闻事件透过网路和媒体 传播所引发的群众效应 是个相当重要的主题 这不是第一个谈论这个题目的电影 不过我想起了前阵子台湾才翻译的 《失控的匿名正义》 在网路上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是很容易的 但是很有可能在还没有看清楚全貌的时候 就太早下判断 或者是成口舌之快讲得太重的话 而且像造假新闻或真相制造等书 都提到有心人士如何操控媒体内容 身为阅听大众如果不注意 我们的情绪就可能成为被操控的一部分 老师,你又开始严肃了 看电影啊,不能加点有趣的吗? 欸,好 这回片段里面有一部叫做《网神之夜》 另外一部叫做《咒》 等一下,这部不是那个很恐怖的电影吗? 这哪里有趣啊? 这两部是恐怖片没错 不过我看的时候主要都是注意到 导演有什么方法说故事 所以没有什么被吓到的感觉 反而还觉得某些技法蛮有趣的 那只是对你有趣而已吧 从另一个角度想 这两个故事都是虚构的 不过都参考了很多台湾常见的传闻 例如说《鬼打墙》或者是《蒙希娜》 而这些设计都能追本溯源地 找到这些传闻的发展跟演变 《台湾都市传说百科》 和《特搜台湾都市传说》里面 搜集了很多这种例子 跟电影对照着看相当有趣 就算我们理智上知道鬼怪是假的 本能上还是会觉得恐怖 而这些恐怖 还可以从社会跟资讯的传播面去解释 你不觉得这个很有趣吗? 好哦 看书我还可以 但去看影展我还是会避开这两部片 各位观众朋友 听完这么多片单也生出的《苏丹宇宙》 想看电影了吗? 快到REMO免费领取2022金马影展专刊 就可以获得MyVideo三天豪华热租电子序号 免费唱看MyVideo豪华热租电影、戏剧、动漫、儿童等精彩影片 书单有限送完为止哦 别忘了11月19号金马五酒颁奖典礼 MyVideo也有卸上直播哦 这回跟着我福老师看电影好累哦的书单 这回跟着我福老师看电影好精实的书单 艾斯都帮大家整理到这里啦 除了买书看书也别忘了按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好,收工了收工了 拜拜 恐怖片如果都是jumpscare就很无聊 不过我看鬼店的时候有一幕真的是毛骨悚然 鬼店听起来就很多鬼啊 那一幕的可怕和鬼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什么很可怕 就主角要写小说但写不出来 这个很可怕 好想爆发 好想爆发 好想你 好想爆发 阿贝